不用試室內空間 不過像K書中心這樣 已經準備好隔板了 但業者還是不能開放 K書中心指釋的老闆 跟員工乾瞪眼 從5月18號三級警戒之後 已經快三個月沒有收入了 這一排我們做梅花座的開放 跟後面這一排 我們做梅花座的開放 我們中間這排就不開放了 就可以完全符合政府的規定 一一介紹K書中心的空間配置 明明隔板也有了 梅花座也OK 但中央就是不讓開 讓高雄的蔡老闆 覺得似乎不太公平 剛政府提到的 樂林中心 社區大學 茶藝館 陶藝館 為什麼這些行業都可以開放 K書中心 我又可以達到防疫規定 為什麼不能夠開放 希望說政府應該 先來了解一下我們這個市場 打破一望大眾 對於K書中心的印象 蔡老闆說自己更像是 短期的場地租領業者 因為不只是單純的閱讀空間 還有隔開一間一間 不同大小的商業辦公區 提供小型企業面試 或是個人家教租借使用 同樣採新型態的營運模式 台北南洋街K書中心 也同樣面臨斷炊 租金壓力之外 每個月固定開銷還有員工要養 業者只能咬牙苦撐 形容自己就像是防疫孤兒 不過疫情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表示 因為K書中心 還是屬於人流密集 且管理較不容易 還是希望民眾在家讀書 對於業者訴求 將會看管理的指引建立 是否符合整體防疫需要 再做調整 TBS新聞 葉俊宏 孝龍流璇 高雄台北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BBS News 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BBS新聞 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